记者方志贤高雄报道,高雄是一名冷气维修工人本月三日采酒驾被抓,扣车,27日傍晚又酒后骑车,因脸色潮红被警方拦查,他向警方求情说这次家人不会谅解,不会挺我,我要紧去关。 经测酒测值0.60毫克,训后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,50岁胡姓男子是冷气维修工人,本月三日酒后骑机车在临雅区民权二路被警方拦检查获,当时酒测值0.21毫克,被警扣车,罚款15000元。 但湖南恶习不改,27日下午与朋友到餐厅聚餐饮酒后,又贪图方便骑机车回家,竟发现湖南脸色潮红疑似酒驾,趋钱拦检,胡加速逃离,仍在大顺路桥上被拦下,湖南停车受检时,以口齿不清,语无伦次,他向远景求情表示,前几天才被开单,罚款还没缴, 这次家人不会谅解,不会挺我。这次要被抓去官,竟不为所动仍失以酒测,其酒测值高达0.60毫克,依公共危险罪嫌疑送法办。